美国劳工部10月11日公布了一项拟役规则 以修订劳工部关于如何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 确定雇员或独立承包商身份的指南 劳工部认为 其拟役的规则将减少雇员被错误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风险 同时为吸引个人工作者的企业 提供更多确定性 关于上述两类身份的错误分类 存在于许多行业 包括家庭护理 清洁服务 卡车运输 送货 建筑 个人服务 酒店和餐饮业 根据这项提议 公司将被要求向雇员提供某些福利和保护 但无需向承包商提供 比如最低工资 加班费 部分社会保险税和失业保险金 出行服务提供商Uber和Lift曾表示 如果他们被强制要求将网约车司机认定为雇员 他们将被迫改变其商业模式 据部分管理人员的预计 此类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将上升20%至30% 美国总统拜登明天将前往洛杉矶 出席南加州的两场活动 并参加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DCCC的筹款活动 据白宫消息 拜登将于周三晚上抵达洛杉矶 然后在周四路面 讨论美国基础设施的历史性投资 据白宫消息 拜登将于周四晚些时候出席DCCC筹款活动 然后于周五前往城县 讨论降低美国家庭成本 他将于周五离开南加州 前往俄罗冈州波特兰 据LA Times10月10日的报道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洛杉矶县劳工联合会主席罗恩·埃雷拉 因与洛杉矶市政府高层官员的一段 有争议的录音被泄露而引发众怒 他在周一晚间 与工会执行董事会的会议上提出辞职 董事会接受了他的辞呈 录音一年后被曝光 引发了巨大争议 要求这些人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马丁内斯周一辞去了市议长的职务 但仍在市议会任职 据美联社报道 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教师 种出了一个约1.16吨重的南瓜 在加州旧金山半月弯10月10日举办的 南瓜年度冠军赛中一举夺魁 这名教师名叫特拉维斯·金格 这是他种的南瓜季2020年之后 第二次在这项比赛中获得冠军 按照比赛规则 冠军南瓜种植者可按每磅9美元获得奖金 因此金格赢得了总共23,040美元奖金 西国集团G7领导人10月11日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线上会议 讨论俄乌战争 G7发布声明指出 G7和乌克兰严厉谴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民用设施 造成无辜平民死伤 将追究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的战争罪责 并呼吁白俄罗斯停止助长俄罗斯的侵略 近期以来 有关核战争可能爆发的讨论不断 G7领导人表示 核战将至全球和平安全与险境 俄罗斯动用任何化学生物或核子武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G7领导人也预告将持续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经济制裁 Meta在10月11日举办的年度大会上 发布了新款VR头盔Quest Pro 售价1500美元 将于10月25日发售 10月28日正式发货 Quest Pro上最值得注意的新功能之一 是它能够跟踪佩戴者的眼睛和脸部 Quest Pro使用手机内部和周围的摄像头来捕捉面部运动 它可以实时将这些捕捉到的信息应用于用户的头像和表情 对于Quest Pro来说 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它不再只是做VR 过去的Quest设备除了虚拟世界之外 Quest Pro中所谓的混合现实技术 将您周围环境的彩色视图带入头戴式设备内部 以便您可以与之交互 并使用虚拟图像对其进行增强 -OQ- 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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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队- 盒溜 - 洁 - 欧队- 勇独